每个妈妈怀孕的时候都对肚子里的宝宝期望很大 希望宝宝出生的时候能够白白嫩嫩的 为了孩子能够皮肤好 颜值高 很多妈妈在孕期的时候都吃很多水果 但是有些时候呢 却时事与愿违 有些宝宝出生后呢 却天生带有胎记 长在别处倒是还好 要是长在脸上等明显的地方就非常的有爱美观了 这是很多妈妈都不愿意见到的 那么为什么有的宝宝身上会长很多胎记呢 这些胎记又会不会有危害健康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胎记呢 是一种残余的体质特征 是从母胎中形成的 有些胎记呢 随着宝宝长大会慢慢消失 但有些胎记会伴随着人的一生 胎记是皮肤组织在发育时发生逆变的增生 从而在皮肤表面出现形状和颜色的异常 并不是所有的胎记都是出生时就有的 有些胎记是后天出现的 色素性胎记主要是由色素细胞发展来的 一般有灰色 棕色 浅蓝色等 常见的有蒙古斑 咖啡牛奶斑 质等 血管性胎记主要由血管在皮肤表面引起的 一般有红色 粉红色 蓝色等 颜色程度由血管的深浅决定的 常见的有荷吻痕 血管流 新生儿 斑质等 以下情况就会导致胎记出现 第一 生活环境和不当的饮食 由于在怀孕期间的孕妈妈有不好的生活习惯 类似于饮食不规律 熬夜 暴饮暴食之类的 都有很可能的在一定程度上激化机体 从而导致胎儿出现胎记 第二 孕妈在怀孕期间触碰到了 被污染环境的食物和空气 这些都可能会导致胎儿皮肤组织 在发育时出现异常增生 从而形成胎记 第三 基因 这种因素被广泛认定是 形成胎记的重要因素 并且是难以避免的 第四 发脾气 怀孕期间的脾气容易怒 这也会助长胎记的可能性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了 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和育儿有关的内容 欢迎点击关注 我们一定会用心给您带来不同的育儿视频 陪伴您的每一天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